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是预期不到 只是看到反复波动度比较大 早段已经试上连续两个星期试了131 大约131.8左右 最高上132.0 应该与大家的建议相当接近 不过之后跌回来就会比较急 星期五美金也有再上90流上 今星期开始应该会进入一些比较关键事件的转变 包括国内两会会完结 未来美国会议息 究竟是否开始取向美金何时会炒加息预期 似乎现在在经济方面又看不到通胀 究竟美金如果真的要做反弹可以弹到多少 但如果整体看上一个星期来看 美金可以说是先跌后反弹 美金可以说是先升后跌 但跌幅仍然令到今天仍有空间 让大家可以再看它再跌多一点 但说来说去其实还未试到我们觉得比较关键的价格 即是1300水平 如果看回日线图 就很明显 但由美国宣布加息那段升那百多元 到现在其实仍然连跌了两段下跌 现在仍然进入第三段 但你发觉它仍然在一半流上增持 是否代表了其实是留有余地 给金有下跌空间 虽然我们看到上次下跌的接近1300 就做了一个反弹 但因为今次这个反弹的高度 是没有上次那么高 因为今次最高上1340 跟之前第一个低高65 第二个低高61 今次连50都见不到 即是再下来 今个星期似乎跌穿的可能性是大 但如果从短线去看 现在仍然有几元可以跌 即是好像波棉蚀一段一段下探 但今天如果是这些价 又不建议大家追跌到1300这些位置 因为现在正在做1311 即是可能要反弹一点 但未必上得到礼拜五的位置 但礼拜五都是最高上1320 即是今天 可能就是之前跟大家说的分水岭 1316 可能就已经是一个比较值得 试试去沽回金的一些位置 下面暂时看今天应该跌不穿1300 但如果你说日线图 可能会遇到今天或今个星期 这样走下去 除了试完1300反弹一点之外 可能有机会跌穿 如果再跌穿 有机会跌到1294这些位置 很多人说得软了一点 但整体上上星期似乎摆了趋势 又回到美元走强的局面多些 今天是持续牛皮偏远的格局 大家可以留意我们SkyFi的Facebook专页 看看今天甚麽价去做会比较合适 今天的节目先到此